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我们普通人的工作 到底有什么意义 意义是什么呢 其实我仔细想了想之后 普通人工作的意义 仅仅只是维持 基本的生存和生活 好像千百年来 向来就是如此 我一年的时间价值是5.4万 那么5.4万 就买下了我一年的时间 体力 还有我的情绪 那么我的工作 其实 没有人喜欢工作吧 应该是有的 但至少对于我来说 我是不喜欢工作的 工作能给我们 带来什么意义啊 每天都是一样的 其实 就相当于一个 螺丝 一个齿轮 一个机器上的齿轮一样 每天其实你的转的 圈数都是一样的 每天你就要转这么多 圈 每天你都在重复的转 直到 你慢慢的生锈 老化 磨损 到最后 将你这个老的齿轮 替换下来 换成新的齿轮 到那个时候 你甚至 连出卖自己体力 时间 维持自己生存的 能力都没有了 因为 没有人会想要一个 生锈的齿轮 他转不动 5.6万 有的人啊 一天 就能赚 200多 真的是挺魔幻的现实 也就是说 别人挣200万 别人的一天 就可以买下我的一辈子 在不停的工作和生活 不对 不停的工作中 我们真的会慢慢的 磨掉自己身上的所有 性格 还有爱好 还有梦想 还有对生活的 向往 今天直播的时候 有个小兄弟 他才17岁嘛 他的家庭条件不好 但是 他的梦想 就是画漫画 嗯 他才 初三的时候 就辍学了 就一直在 他们家那边的 一个餐馆里工作 每个月只有1800块的工资 然后每个月 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 1800呀 一年2万块钱 就买断了他整年的时间 而且每天要赚12个小时 因为他的家庭条件 所以说 他不能继续上学 但是他 他准备攒钱 去上一座 上一座植稿 因为年轻 还有可以向往的未来 但是 我们已经踏入社会 已经289 其实 往前看 生活 其实已经 没有多少可向往的东西了 也许就是作为一个齿轮一样 要赚40多年 用40多年的时间和体力 出卖这40多年的时间和体力 维持这40多年的生活和生存 最后逐渐 我们还是我们吗 你还是你吗 我还是我吗 我们 在这样一个 不停转动的情况下 到底变成了谁呢 这是涉及到哲学问题 也许那真的不是我 没办法 谁让我们都是普通人呢 谁能一生下来 就出生在优越的阶级 天选之子 不用出卖自己的时间 也不用出卖自己的体力 从小就可以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从小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大了 也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即使不实现自己的梦想 他也可以做 无忧无虑的 让自己 每天 出一个快乐的状态之中 我们普通人 为什么很难跨越阶级呢 因为普通人 一梅 背景 二梅能力 这个能力指的是 特别牛逼的能力 属于 人间子 你属于 百分之零点一 的那个能力 这种人 三梅人脉 梅这三样 我们怎么样 就算机遇来了 我们怎么又能抓得到呢 普通人的抗风风险能力 本身就已经很差 有些人可能攒了很多年前的 攒了很多年的钱 准备 搏一把 结果 碰上三年的疫情 血本无归 我知道有很多这种的 普通人一辈子只能创一次业 创一次业之后 后边就得打工 把之前的漏洞给补上了 但是 一生下来就出生在优越的阶级呢 他会一生 不用出卖自己的时间和体力 换取生存 他可以无限次 无数次的试错 直到他成功的那一次 他终于功成名就 成为了 他和他父母 想要成为的人 而我们 也终于 变成了一颗 合格的螺丝钉 我 还是我 只是 是一个螺丝钉的 我 家人们 我老脸都丢尽了 家人们 我的那个网贷人家 吹卡带 已经贴到我们 村委会的那个 锅高栏上了 太丢人了 家人们 本来那个 前几天的时候 他给我发胆秀了 因为他打 他给我打电话 我一直不接嘛 然后他给我发胆秀 发了好几次 就说是 如果再不处理的话 就 呃 到村子里贴沟高栏 然后 然后的话 呃 我当时的话 也给打电话了啊 我给回过去电话 人家直接就 呃 拒绝协商啊 直接拒绝协商就给我挂掉了 然后的话 我也没办法 我就我就说 你不可能到我村里吧 我那村里 我靠 三高华帝远的 你还跑那里给我贴 不可能 结果他 他今天是真的贴了 村里人就算是 因为已经到村里来要了 然后的话 本来我打算 今天不是拖着我去书房的吗 我来你说 我是我们村里 唯一在所乘买发的 这在村里是两 十里八项面子 真的是 刚搞的啊 特别有面子 你说这样一搞 我简直是把人丢大了 讲什么啊 呃 村里人一直以为我是富士水起啊 在外面 后特别好 这下一搞 直接拆穿了我的老顶家人吗 这是太丢人了 我以后还怎么面对富老乡亲啊 家人吗 我都没脸再回去了 然后他本来说今天还前几天脱子啊 今天去收房子的 收房子了 结果我还领了个发 我说坚坚实实的啊 呃 去去看一下房子 哦 因为他们说现在不交汽水和和维修基金啊 说是什么手续还不全 还不能交 呃 现在的话就只交那个呃 三个月的物业费和六个月的垃圾费 总共就是七八七八百吧 结果我我七八百也没有 呃 没钱 我也没去收 反正就拖着把啥时候有钱了 我再过去看一下吧 这都太难了 家人们这还一搞 哎我都没兴趣去收房了 家人们我要房子有什么用 我这本来就耗面子 你知道吗 你说这样一搞搞的十里八仙 醋子里都是都知道 我网袋还搞的人家跑醋子里来要 确实是太丢人了啊 家人们 哎 我感觉我是邪于翻身 真的是不知道啥时候才能翻啊 家人们 我现在最久破了 我现在 哎 真的是太无力了 家人们 你说上个班 家三个月也不发工资 你说你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不是说是我在那 就啥也不干 我是干了 我都干了 干着人家也不发工资 我有什么办法 我也不想不想就是欠人家往贷不还吗 对不对 我也没钱吗 我没钱还不上去吗 那没办法吗 哎呀太难了 家人们 我快崩溃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搞了 公司多多少少三千五千给我发一点吗 让我先悠悠急吗 哎呀太难了 家人们 真的是一大我还是不想大家真的是网贷这个东西还是别碰啊 碰了你就完蛋了 真的是无敌度啊 他不不就罚罚你钱还要在车子里丢你的热啊 家人们 这是太难了